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子曰 周燕有言 察见焉鱼则不详 至料允逆则有殃 且今欲无道 莫若举弦而认之 使教明于上 化行于下 人有此心 则何道之为 于是用随会之正 而勤道奔勤焉 这条出自于剑三十四 列子 文子是赵文子 即赵武 就是他的本名叫赵武 银姓 赵氏 他的慧叫吴 他的本名啊 这个古人啊 本名啊 叫慧 是顾母教的 私长教的 一般人啊 就叫他的外号啦 一般啊 就称他文子 他的嗜号叫文啊 嗜号就是一个人啊 过世啦 那么给他一生的一个评价 那么文这个字啊 就是他的评价很高 很好 那么他是春秋时代 晋国清大夫 我们在戏记里面呢 也看到赵氏孤儿 这个历史记 就是指这个赵文子 那么这条讲赵武 就是赵文子了 他回答晋侯说 周仁的愿礼啊 有这么一句话 能看清深潭中 游鱼的人不吉利啊 就是这个潭很深 那么那个鱼啊 躲在那个深潭里面 那如果呢 人去看到了 那个深潭里面的鱼啊 不吉祥 以智巧 料之隐匿事物的人会照样 智巧就是他有才智 有技巧 就像现在啦 有很多科技的 这些什么隐形的 这个照相机啦 录影的啦 那么去知道啊 一些隐匿的事物 这样的人啊 会照样了 因为他的秘密啊 被你知道了 对他呢 有利害关系啦 那可能啊 他知道以后啊 对你就不利了 会去害你了 这个就照样了 那么这个情况啊 照文子啊 给晋侯讲了 你要想使晋国啊 没有盗贼 这个晋国不要有盗贼 那不是只用这个智巧 知道啊 哪些人是盗贼 把他抓起来 那这个就不是用教化的啦 所以文子就给晋侯建议了 不如啊 显拔玄良并予以任用 即嫌任用 使朝廷中正教清明 百姓中好风气流行 人们有了羞耻之心 哪还会去做盗贼呢 就是大家都有羞耻心啊 他自然就羞于造恶 就不会去做盗贼了 这个才是根本知道了 这个是选拔这个贤良的人啊 来任用 他来教导 那么让朝廷当中啊 这个政治啊 教育都办得很好 社会上啊 好的风气啊 来流行 把这个人的羞耻心啊 唤醒 那这样啊 怎么会去做盗贼呢 大家就羞于造恶 于是啊 镜头 那么就接受文子的建议 任用随会主持有关政务 这个随会就是贤臣啊 由他来主持政务 众多盗贼便逃往秦国去了 那些盗贼呢 就跑了 他就待不住了 所以任用贤能 那么来教化 这个才是治国根本之道了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成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